欢迎收看大白会员 我是大白话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这部电影叫做红衣小女孩 非要说咱们来看电影了 这部电影说的是啥呢 说呀 咱们男主叫做何文伟 这里叫做小何 千万不要问我为啥不叫做伟哥 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你们 伟哥从小啊 呸呸呸 小何从很小的时候就跟奶奶在一起生活 至于父母是谁 在哪干啥的 我也不知道 电影里也没介绍 要说这个奶奶还真是宠着咱们的小何 饭来张口 衣来伸手 主要啊 小何还不领情 这天奶奶就说了 晚上把你女朋友叫回来吃饭 你们出了五年了 还不结婚干啥玩意呢 就这样 小何着急上班 也没带奶奶做的饭就走了 这孩子一天火急火燎的咩 小何走了之后 奶奶就听见有人叫她的名字 是自己的老闺蜜在叫她 可是老闺蜜已经失踪了好几天了 难道是回来了 结果奶奶寻着声音走过去的时候 就被一个鬼给烧死了 按照鬼片看 这鬼出现的挺早啊 另外一边 咱们的小何的女朋友 就是女主 叫做小一 是一名电台组织人 专门给你灌一些心理鸡汤啥的 其实这些话说出来 他们自己都不相信 小何是一个房产销售 给客户介绍房子的时候 奶奶就一个劲的给她打电话 真烦淫呢 不知道人家工作的吗 给客人介绍完房子的时候 小何发现门外面有一个饭壳 看来是奶奶送来的 本来打算给奶奶回个电话 可是太忙没时间 忙完混过的终于下班了 小何去接自己的女朋友小姨 回家之前我先带你去个地方吧 于是小何把小姨带到了一个高档公寓 放着小音乐和小姨那是情意绵绵的 大家都知道爱到深处自然值 关键时刻 小姨就说了你有安全措施吗 小何就说了 反正也快结婚了 都一样来吧 而且我已经付了首付买下这个房子了 哪来的钱呢 当然是抵押了我奶奶的房子了 这下小姨就不高兴了 谁让你买的啊 再说了谁要结婚了 我不是说过结婚的事情不急吗 我就发现你这个妹子就欠揍 跟人家五娘了 还不结婚干啥玩意啊 玩意呢 不过还是给小何回奶奶家吃饭去了 但是问题是奶奶也不在家呀 小何找了半天才找到奶奶 然后奶奶说去找老闺蜜唱歌去 这大半夜的还唱歌也是没谁了 可是奶奶这一去就没回来 当时之前一日市中的老闺蜜回来了 看见小何就是赔礼道歉呢 咋的了我也没借过你钱呢 老闺蜜就说了 我不该叫你奶奶的名字呀 啥意思 这还不算诡异 小何在上班的时候收到一个快递 是老闺蜜的摄像机 上面是他们一群老年人上山野游的视频 其中就看见队伍最后面有一个红衣小女孩 那晚上小何就要把摄像机还给老闺蜜呀 于是在保安大叔的带领家去找老闺蜜 这一来不要紧呢 没找到老闺蜜他们还见鬼了 那家伙好不容易才跑出来的 根据小区的监控来看 小何奶奶是早上走的 也就是说当天晚上看见的根本不是他奶奶 而且在监控上看是一个小女孩牵着奶奶手走的 昨晚他们靠出老闺蜜房子的时候 后面也有一个小女孩 这也太吓人了 当天晚上回家的时候 小何又听见有人叫她的名字 寻着声音看见了一个红衣小女孩 都吓得快尿裤子了 还好这只是一个梦而已 小何起床的时候 看见奶奶在厨房做饭里 哎呀我去 这给小何激动坏了 啥也便说我先来一个抱抱 奶奶就说了 晚上把小姨带回来吃饭啊 就这样 当天晚上小何去接小姨回家吃饭 这个时候啊 小何看上去就有点不对劲了 面无表情老说一句话 本来带着她去看医生的 结果小何还不好好地看 那就回家吧 回到奶奶家之后 小何就去吃饭了 小姨到厨房一看 当时就恶心蒙了 这小何都吃的是一些坏掉的食物啊 小姨就赶紧去找保安大叔 看看咋回事 结果来的时候 啥也没有 连小何都不见了 这难道是见鬼了 不过还是有好消息的 小何的奶奶在高速上被警察找到了 回来之后 奶奶就说我不该叫小何的名字 通过医生的检查 发现奶奶肚子里有残忧 就是一种红衣鬼脸额的用 这是一种很少见的生物 咱们这没有 关于红衣小女孩的传说 和红衣鬼脸额的资料 小姨查了很多 小何应该和奶奶 还有老闺蜜一样 被带到了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应该跟红衣鬼脸额有关系 那咱们的小姨就在直播的时候说了 各位观众朋友们 谁知道咱们这里 哪有红衣鬼脸额的玩意 告诉我一下 小姨在这里谢谢各位老铁了 各位老铁没毛病 感谢送机666 还真别说 还真就有一个人知道了 于是小姨就跟着救援队 一起去一个深山老林去找小何 刚进去大山 他们就先发现了 自己来找孙子的奶奶 你说你这么大 岁数了还折腾啥呀 把奶奶救走以后 咱们继续走 走到了一个山岔口 大家就分开了 小姨跟着队长他们一起走 但是走着走着就散了 小姨跟丢了小队 这深山老林的可杂症啊 小姨还算淡定还没慌 到了晚上天黑了 小姨正吃东西的时候 看见了一只巨大的红衣鬼脸额 被袭击了之后 在醒过来的时候 小姨发现自己在家 小何做好了早餐 什么情况 这一切也太不真实了 还好小姨发言过来 这是假的 从幻觉中走了出来 发现这招纹亚 树上都是冤魂 小何就被困在其中一个树上 那就赶紧救小何呀 关键时刻 红衣小女孩都出现了 弄昏了小何困住了小姨 就在小女孩要掐死小姨的时候 小姨用燃烧弹挣脱了 救援队这个时候 发射了照明弹 周围所有的小鬼和小女孩都消失了 危险也算是过去了 最后 小何奶奶还有小姨 一家人都得救了 没啥事 幸福的在一起生活着 电影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个啥道理呢 爱情的保质期很短 该结婚就结婚吧 要不你男朋友该丢了 还能收点分子钱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见 摸摸摸 好